阿博勒美景盛開 讓高雄市區現在變得好漂亮 但如果你把愛車停在樹下一整夜 很可能就會變成這樣 不管車頂 擋風玻璃 甚至引擎蓋全部滿滿阿博勒的花 但再看看這一輛 停在榕樹下 樹子高空墜落在車頂爆開 樹枝布滿整片板筋 車主看的可能很傻眼 因為很難洗 專業洗車高壓水柱沖洗灰塵 雖然工具多 但業者坦言樹枝真的難處理 因為乾掉的樹枝 會在板筋上留下烙印 因為它樹枝低到車上的話 如果把它乾掉的話 會比較形成像 類似像洗力控的東西 那可能用摳的方式 也沒辦法摳掉 板筋三大殺手 包括死掉的小蟲子 分泌的樹枝和鳥屎 通通都讓車主很頭痛 因為自己處理超麻煩 衛生紙沾水之後 先附著上去之後 等一下它馬上就軟化了 軟化的時候再去去 我是不會直接去擦 因為它會造成板筋 或是其他的刮傷 自助洗車由小撇步 雨刷鑰匙孔和車門縫 容易被忘記 但一定要擦乾 才能防止變形和生鏽 而且別以為 下雨天不用洗車 大錯特錯 下雨之後灰塵附著在車上乾掉 它會變成固化一層 那如果一直反覆 這樣下雨出太陽的話 其實灰塵還會一直硬化 堆疊在你的車漆上面 買一台新車價格貴桑桑 如果亂洗可能出現刮痕或掉漆 用錯清潔劑也可能傷板筋 多詢問專家 免得讓愛車受傷 既有黃薰陳生意 高雄報導